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境界里我会一次看好多诗啊 他很多诗他不是一诗一诗一诗就像狗的 看了一诗再开始 他是刹那之间平行地看的 平行就是每一诗就像平行地呈现在你面前 每一诗你长得都不一样 每一诗你长得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就像七八个人在那 就是有的可能在天界 有的是在人道啊 有的就不在人道 但是他各式各的样子 哇你就觉得这个 这个坐在这的跟这个没啥去聊 就是七八十都是这样的 就可能说几十七 六十十七十你这样子看过去 在不同维度啊 呈现出的那种有像找的样子 全部一样穿的衣服什么 就是他最 就是那种信息最强的那个图片就出现了 然后平行地排在面前 你会发现这都是众生啊 就你都觉得那是你 然后他就是你的母一诗啊 然后呢每一个里面都可以写一大串故事 因为我发现出家的比较少 都在这个世界 因为可能呈现的出家像很死 就是我觉得我写些出家像呢 就就比较少而且 因为这一世可能是在家人嘛 就是对应的呈现的也在家的像多 而且也有出家的 但是就很少有男像有女像 那真的是周深像 你不觉得然后你就你要这样看的话 你就不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自己 因为那个也是你 就是哪个也 而且每一个人呢 你看他一生那种故事 毕竟每一世都是刻骨铭心的很多情啊 名啊力啊 都做的做绝啊 真的是每一世都做得很认真很深刻 然后再在里面解脱啊 或者是每一世都那样 有的在就是说 某一个维度也是那样做的 也不接着 就是只要你没出三界 他都有每一世都有执着的东西 而且比如说你在这一世 你在修正过程中啊 比如这一世你在人道的时候 比如有一世你在人道 那么最好被遇到了那一道的人 那么其实你在他面前 就视线了那一道的缘 就是那一世的缘 比如我还是这样子 但是你的心态跟那一世 我发现那种觉受是一样的 你马上你深信那种觉受 就是比如说 我跟村民某一世啊 我跟他是姐妹或者是某一个 那么当你 当我这一世看到他的时候 我突然就对应了那一世 就这个缘就接起来 那我就看见他 就像我姐姐或者叫我妹妹 就这种感觉 就马上你第一个一世 就是那个角色就过了 那可能这一世 那可能这个人是我另一世的 可能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是什么 那我一看到他的时候 他不知道的 他不管他变成什么样 那个缘就又过了 是接的另一世的缘 不是 就是说这一世 虽然是在这一世 但是了得很多事的缘 但是你因为我能看见嘛 我知道 上一世窃他什么 上一世做到什么 为什么这一世会这样子 你就很清楚嘛 那就是随约 有时候随约了缘了嘛 你不清楚你了什么缘 你就不懂嘛 你不清楚你就不知道 你自己是在了言还是造业嘛 你必须看清楚 你知道一清二楚 就是上一世 比如说在情感或者某一方面 你做得不好 或者是有些救缘被了 那在了的过程中你可以度他 这是第一 因为有些缘了不了 一旦纪约居足 他就重新回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你可以随约了就业嘛 这就是你知道的随约了就业 但是你也可以有某种 这就是看他这一世 比如说他这一世 能以姐妹的形式度的话 可能我就 就当成姐姐妹妹这样子 大家是好朋友来度了 那可能他要你实现什么呢 就是看他这一世 那可能他要你实现一个仇人的角色 你看他 虽然他是你姐姐 但是这一世 因为你清醒嘛 你知道随约一世 他是你姐姐 但这一世 他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他必须你实现一个反面角色 那你可能实现他反面角色来帮他 就是看你 就是那个时候 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了 你是很清醒的 每一世都是假的 就是你也不觉得真 也不觉得假 你不会去脑子讲 真的假的 反正生生世世 就这种幻想 脚来脚去脚来脚去 脚不完 然后你就去随约做事 每一世都 你会知道 甚至就是你会发现 每一世里边的故事都很多 都 甚至我会觉得 甚至我自己都 都会进入 很多这种文明 比如说 玛雅文明啊 或者这种 埃及文明啊 里边 都可能都有你的影子 都甚至 就还不是在 不是在中国 不是一地在中国 在西方啊 什么 这种 就很多影像 很多人 就觉得 就是当比如说 我们看《警告经》 你们念第一篇说 我像人像 就是像瘦者像的时候 你知道 我不会说是 当你说个我像的时候 我是安住在那种 就是 你是安住在一个正空的位置上 你去看我像嘛 因为一说我像 我脑子里就出来 七八十个我像 因为那就是个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 可能待过七十四八十四嘛 那八十个我就全出来了 一说人像 那八十个我全是人像 因为在你这儿 就全是人了 众生的也是众生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神 有人道的 有天人道的 你全不是从这儿出的 当你是这样看世界的时候 你们就跟我那八十个 没什么区别 因为你们也是 我那八十个像里边的 一样的嘛 是不是 因为你在正空的位置上 看这些东西的话 众生像 受者像 受者像 就是生也像嘛 因为你有受者 就是一个 一个是 就是 受者知道吧 就是 生命的这个 从生到死 这个 这个长度 就是受者 但是他是说 我们就是说 追求长生不老 不想 只想生不想死 大家都是 就是 只想生不想死的 叫受者 就是 只想生不想死的 就是着了受者像 就是 其实你有受者像 还是 还是着了生命像嘛 你觉得会有死亡出现 其实你看 你要是这样看 比如就像我这种 一看七十四全在这儿排的话 我就不觉得我死了 因为哪一世都不是你 你在这儿就是没有的 你是整空 这八十四可以同时聚在你这里边 也可以同时出去 就是说 同时是平行的 就是我现在 也可以同时出去 在每一个维度 视线我的样子 然后同时在那些维度做事 然后同时回归到这儿 就这个 只不过是这个神道的一个像 在其他维度也有 就说你安住在这种 这个不是 这个里边没有神通 你不觉得你是神通 你只是安住在这种无所住的境界 就可以看到 安住在一个真空的境界 就可以看到这些 你如果不能够安住在真空 你们说是看不到东西 只是你们没有回归到真空的 因为这个是真空 你肯定是真空的 只是你想的太多 太多的幻想 太多幻想 障碍了 想太多 看太多 听太多 执着 执着执着 那些东西全在你这儿 就是挡着 安住在真空 你生生世世就写写出来 你就知道那些像 都是虚妄不死的 每一世都是 但是里边的故事 每一个都能写传奇 每一世都是个传奇 每一世都能写出一本 真的 我相信 如果你把他那一世记载下 他发生的那些故事 你都可以写成神话小说 每一世都很传奇 经历的故事 他接触过什么人 这些人这一世在做什么 来到这一世 他在做什么 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恩怨 你要写好几诗 你八十十度的脚 脚在一脚中写 而且是很跨 很多维度都转过来的 就是没完 那就没完 你知道 只要你的心扎念不停 那就叫没完 那就你就搅吧 你就是几百世纪 一十年搅不完 你就是出不了出去的 出去 除非你停下来 不再动了 不再动了 累了 很多事就在那儿 累了 不再动了 在那些故事 我最近在那些 有些那种 比如对情感那种执着 我在每世看到自己 那种对情感那种执着 执着到就是那种 发誓 就是那种用血 用心脏的血 就是临死用心脏的血 就写那种咒语 拿那种咒语来控制自己 你生生世世你的情感不能变 就是跟一个人发誓 你想那种咒很难破 你知道 在你解脱的过程 你会回想起 然后就困住你了 就是在 你会发现你的心脏上 用那个咒语就写下来 然后你发现 真的是好恐怖的一件事 不是那么随便发誓 就那种 那个时候 就拿那种血咒啊 写那些 你都要解脱 你生生世世做的啥事 知道吧 当你解脱的时候 多 真的很痛 他整个在维度里边 因为他已经不再人道了 但是你解脱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生理上 就 因为终于会写在你的 刻在你的心脏上 一到那个时候 那时候 永远一居住 你就完了 你是了不了的那种 那种生生世世 那种 你了不了 生生世世了不了 除非你成佛 解脱掉 好恐怖 所以现在那些年轻人 这一家 就是 不过你们也可能没弄 有些时候是真的很生气 你不知道你做过什么 所以有时候你在 有些东西真的是放不下的时候 就里边有很多纠彩 然后你如果是有些 有些老师会看到 如果他有一些能力的老师 他会看到 他知道 这一刻你又结束了 就那一刻就是结难了 那他就会想办法帮你 其实有些都 有些是你真的靠自力过不去的 有些可以 但那个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 如果是整个在解脱之路 是有些 除非你 除非你那一刻 如果是所有的结束 面对所有的劫难的 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老师 你唯一依靠的就是戒律 特清净的持戒 就持佛的戒律 否则你根本就 就马上就没 除非有老师在旁边 就是这个老师一定寒得有声通 看到你那个劫难 把你助你一臂之力 因为那个时候你有些东西是 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东西 在产地看到我过不去 那种凭我的力量 就是也能过 但真的是脱一层皮 就是让你小死一早 就很辛苦 你才能解脱掉 比如最近 有时候会受 就像地狱的磨难那种 就是 就才会解脱 从那个控制里面 控住你的那个 那个围城里面解脱 就是 其实杀人面就是一些信息 你就是苦 这个世界的音乐一具足 你就苦 但是你们就是有一些 就是要么就是 没老师就是戒律 如果持戒那些东西就 屏蔽掉 就等于屏蔽 就是 真的很好 要么就是 就达成到 就达成到 所有的所有 就是做一切三行 自己苦 然后尽快地回归到 空 就是直接空掉 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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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自己 直接把所有的空掉 空掉 否则都都走不出 每做一切三行 不管怎么 起心动念也是 不管你想了什么 你起心动念 一旦绝照到 就回归到空心 一旦绝照到 就回归到空心 不要再去 哎 为什么怎么想起摇摆了 刹那的一绝照 就空掉 刹那的一绝照 就空掉 就把它回归到 所有的善行 功德 尽快地回归到空心中来 空 你空 都空 六根空 六层空 就是说那些都空 回归过来以后 你才能 才逐渐地回来 回来 只有回归源头 否则所有所做的善行 你回不来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 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善行 你就不是在回到菩萨道上 你没有回归到菩萨道 没有回归到佛果上 空掉才能回归到佛果 你挣果就快了 但你一旦挣果 这个世界对你就闷怀了 虚幻 这个世界没有东西 任何一点都控住你了 一旦你回归到果位上来 在道位上就很辛苦 一开始就是你想空空不掉 拿不起放不下 空不掉的时候 最辛苦了 理论之道 觉受 觉受还有觉受 一些成就者 就是再来的那些菩萨 他的体会是 一般他很快的 大概就是 他比如看佛法的东西 他很快就会领悟到见地 他开悟快的话 一般就是 在见地上 还有智慧 还有这个 绝照见地上 还有他的信念或者智慧上 他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取笑于 就是佛的觉悟 觉悟的果位上的东西 取笑于 只是不圆满 但是身体的觉受 身心的觉受 习气欲望他没尽 习气欲望未尽 然后呢 受为空 这个时候就非常辛苦了 如果你在头脑里边知道了 那等于是什么 你很清醒的调猪 就是 你是个人 用人的头脑跟猪 每天就是你在猪 坐着猪 但是因为你的觉受 所有的一切跟猪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已经出三界了 但是你还在三界 你的觉受在三界 但是你的头脑界地 所有的想法 全是出三界 这个时候就是 如果你不能够 迅速的爱佛的 正直接来的话 你不能就像金刚经说的 直接的 每一个行为 把觉受迅速地空掉的话 那你就是很苦难 你一定要不断地察觉 自己每个七夕动念的 贪 秤 吃 卖 雨 还有放下 还有就是流烈啊 贪乱啊 习气上的那些东西 自我啊 就是那些东西 不断地 不断地把它回归到空心中 烦恼你能放下 你不喜欢的人事 你能放下 那你就 你能喜欢的呢 你父母啊 孩子啊 这些你能放下 不是让你说 放下这个世界的 骂你的人 骂你俩句 肯定你不在乎了 我现在骂你 踹你俩脚 你也肯定无所了 不是啊 你放这些了 你就不是说 你要放 放在家里 就是说 亲情啊 你能放下爱情 你能放下亲情吗 嗯 亲情有钱呢 那不都是亲子嘛 不是说让你放下 不认你嘛 是 里边有些东西 你会知道是执着的 你不平等 没有平等性嘛 没有平等性 你就不是国为上的菜 你就不在国为上了 就在开悟里 光称圆满 一层一层的圆满 一层一层 喜气 月貌 瘦 绝送 需要好长时间 圆满 才需要好长时间 但是在圆满的过程中 会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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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在做什么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晰 每一年你在做什么 越来越清晰